国足比赛王申超必开裁判佩戴事务,护梅称是陪伴他许久的玉佩,你是怎么看,近日,因中国男足在面对于南缅甸只能一球获胜,引起中国足盘关注,除了黄子昌错过了多次良机之外,其他国足球员都没有拿出亚洲强队的表现,而比赛中还出现了一个惊人的镜头,那就是上岗球员王申超在上场之后, 避开裁判从球网中拿出一件事物,随后,王申超将事物马上佩戴上,因为按照规定,球员是不能再佩戴事物参赛的,因为,事物一般都会有灵脚或者坚固部分,有可能在碰撞或者倒地的时候,压迫或者割伤脖子,还有一些事物紧贴球员的脖子,有可能因为球员运动血管膨胀之后被勒紧,当然,还有就是有些食品, 有一些不和谐的东西,也会遭到国际足连,或者地方足协的禁止,虽然护梅认为这一个事物已经跟着王申超很长时间,但是这个事物本身就不应该出现在比赛场上的国足球员, 无论项链对他有多重要的意义,也应该分清楚场合,毕竟国足的比赛并不是那么随意的,您的订阅是我的动力,请大家关注本人的头条号,医学与体育相结合适特色,一起聊球,一起支持中国足球。